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如今九大碗菜系不断演变 但不变的是其中最为经典的八八肉和烧白 八八肉是九大碗中的盖面菜 俗称头碗 副顺八八肉一般选用二刀肉 切片后加以豆粉 花椒 生姜 细细剁容 再加入鸡蛋拌匀 蒸制肉表面发映时抹上一层蛋黄 待蒸熟凉透后 切成两分厚三寸来成的块状装盘 在碗底加上酥肉 木耳等电菜后 再重新蒸熟即可出锅 八八肉是八八宴里最具仪式感的一道菜 酥 软 不辣 满足了各个年龄段对美食的需求 烧白 富顺人称咸烧白或倒炕子 选用上好的五花肉煮至五六成熟 将橙醋或老抽抹至猪皮上 浸入皮层后至油锅中炸 待皮面微微发黑时捞起 放入水中浸泡 皮层泡软后按两分厚四寸鱼长的规格切片 切好的肉片要按原样整齐地放入碗内 放上芽菜重新蒸 蒸好上桌前要翻碗 皮在上黑红油亮肥而不腻 肉香趴软咸鲜回甜 一道道热气淡淡的菜肴 摆放到餐桌上 亲朋好友围坐一起 画家长道理短 长美食 爸爸爷是富顺乡村的灵魂 是情感的归宿 他让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 找到了片刻的宁静 在喧秀的世界里 找到了心灵的寄托 让心灵在美食与亲情的滋润中 得到了升华